好,謝謝主席,各位同仁,還有列席官員,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請環保署署長還有經濟部次長 好,我們請兩位 主委員好 我先請請叫沈次長 今天早上我們主席講高頻 高頻是禍壞相依 所以 農中息息相關 他在講的每個人我都感同身受 我60年就在特殊中 高雄那裡在論 那你說那個石化專區是要設在哪裡 高雄的石化專區是打算設在哪裡 石化專區大概在大林埔旁邊那個地方 就是南興計畫那邊 我在想 小港機場說要簽建也沒什麼需要 石像小港機場的起降量也沒有在增加 我查一下他也是虧錢 只有桃園機場賺錢而已 清泉鋼打平賺一點點 小港機場因為南部的人口數也沒有在增加 所以小港機場要簽建也沒什麼需要 所以南興計畫弄那麼大石化專區 真的是可以考慮在那裡 因為我看新加坡 我去新加坡好幾次 新加坡你看它才 土地面積有716平方公里 台北市是270幾平方公里 差不多台北市那兩倍半而已 差不多我們屏東館的四分之一不到 他還有石化區 他的石化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他更多於是新加坡的離島 新加坡還有離島 新加坡是一個小島 還有離島 而且他整個 他沒有一滴石油都沒有 他的石油都來自馬來西亞 來自印尼 結果他煉了之後 他的產品是銷到整個 那個整個印尼 東南亞那邊全部 賺了很多錢 那新加坡人家做得這麼好 你會看什麼 好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首先呢 易朗島跟我們的六親 大概有這樣來做一個分析 可能大家會比較有感 整個易朗島是3200公頃 我們六親是2600公頃 那投資金額呢 易朗島是8400億 那產值2億 我們六親呢 是5744億 產值1.5兆 那公司來說的話 現在易朗島 易朗島大概就是美國埃克森 還有美福 還有可牌 還有日本的自由 還有德國巴斯夫 那我們的六親 大概就是 所謂的台塑體系 還有長春大連 自己家有進氣 那整個在投資項目來說的話 像易朗島 它有石油交易 煉油 還有石化品 那員工來說的話 帶來就業機會 易朗島是8000 然後六親是10400人左右 那在產能來說的話 以稀產能 那個易朗島300萬噸 那六親是290萬噸 也大概都相等規模 我看他的 他的白頭就是 到那裡 對 准滑下去 或是說管線縮起 他就在那裡 所以根本就 不像高雄市以前 管線台跟卵七八糟 當然我以前在特殊中的時候 那個山多路 還有過的都在菜圈 都沒辦法 我常常站在那裡去那裡洗 這講這個 就不算在講歷史 但是 不算我改勞 不算我改勞 但是那個時候的 買管線都OK 現在都在 起床起到眼睛一掌 所以新加坡 這是我們可以考慮 就是海邊 就像我下來 油就騎了 騎了連連的 要出去就出去 根本就沒什麼需要管線 那台灣的話 你也是一樣嘛 你也可以用沿海這樣 船接駁 或者是沿海的管線大的 要往北送的話 這個就 不用經過市區嘛 因為石化業 說不來 每個人都不來 這個不來 那個不來 那個不來 那是在法規模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我要問 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個 就是說 為了這件事情 我也跑了兩趟 去看了陳市長 陳市長 對於石化專區 他也認為說 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來 推動 那我們呢 也一樣 要 來編一個預算 先來做可行性評估 然後 折成各相關單位 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目前正在進行 那如果講到稅 統籌分配款 實際上我們的稅分作 今天財政部門沒有來 地方稅跟國稅 那現在總部簽到高雄 簽到哪裡 事實上也是 你能地方拿到的 是營業稅 國稅的部分 我跟哥哥要報告一個data 這最新的data 我們全台灣的戶數 加幅 650萬幅 差不多 三四人一幅 台灣現在650萬幅 有九所得稅 沒有九所得稅 30 沒有九所得稅 減30% 要加200萬幅 沒有九所得稅 九所得稅到5% 5%的 42% 所以台灣 沒有九所得到5%的 減72%的負數 所以我們台灣的 650萬幅裡面 72% 是繳5%以下 台灣繳40%以上的 40%以上的 才4萬2千幅 佔0.7幾% 0.7%而已 那這些人繳的 所得稅是繳 所有所得稅的一半 那再講一個更離譜的 台北市國稅局收的稅 台北市國稅局收的稅 比中區國稅局加 南區國稅局加高雄國稅局加起來 還輸台北市國稅局 台北市的大安基增所 收的所得稅 贏過大安基增所而已 所以你看大安區 有多少天皇國的人 大安基增所收的所得稅 贏過南區到高雄市國稅局到南區 加起來又輸了 只有大安基增所 所以這些有錢的人 都住在台北大安區新一區 我也憤憤不平 所以最好台積電搬來東港 總部搬來東港 不然搬來恆春 因為他都用核山廠的店 南科 所以講這個是 有時候 是一個問題的表達 表示說高雄南部石化業 污染那麼嚴重 管線亂七八糟 這些大廠要感同身受 叫你們搬去那 是要叫你們一起來 禍害他們 目的是在這裡 好 那再來我請署長 我們台灣的石化業都不要發電 工廠都不要發電 大家都想想看一看 我們的空氣污染的來源 我們到底是 從中國大陸來的佔多少 譬如說PM2.5 一些像最近的財經在講的 窮頂之下 是 這種細懸浮為例 用大氣傳輸 我們是用傳輸模式算的 那在大概有30%左右 是從大陸過來 從大陸過來 我們自己自產的70% 大概就是說對 我們在地的移動員或非移動員 大概70%左右 但這個是根據傳輸模式 這個如果換一個模式 換一個人 說不定他得到的數據 會不會不太一樣 我跟你報告一個最近 因為今天楊潘池 台大校長楊潘池 他是胸腔科的 他說他鼓勵用低密度的CT 來整個screen 所有的百姓 成年人 來看很小 0.2 0.3公分的 那個小腫瘤 肺部的可以找出來 中國大陸最新的統計 一年死於肺癌的 五十幾萬人 五十幾萬人 那他大部分都來自於空氣污染 我記得我二十幾年前 第一次去大陸 在北京 那個時候舊的機場 整個山西 產生的煤礦 產的煤礦 百分之70 用來供暖 供暖而已 中央供暖系統 然後後來他也是燒煤炭 但是把他承住被灑 承住被灑 燃到更後悵 再來用把油 等等 煤是最大的汙染源 我看應該是這樣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無窮無盡的在發展核能電廠 那你講他錯嗎 我看也沒有辦法講他錯 他連內陸都在發展核能電廠 現在正在蓋著四五十座 然後離我們最近的 離我們最近的 湖州市 湖青市 開始運轉 兩個很大很大很大的 核能電廠 離我們台中市才130幾公里 140公里 台中市離河山廠 離260公里 所以要抗爭 中國大陸抗爭 叫它關關開 那如果出事 越死 越近 所以我們台灣 如果把所有的產業 全部都趕走 然后我们的埋害 我们的污染 还是以来自中国大陸 为占了30 40% 那署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当然很严重 如果相关数据 我现在这边不好意思 在这边就说一下 我上个礼拜 3月11号在某报 有谈到这个穹顶之下 对中国的影响 那它的能源选择 很可能有一条途径 就是它的核能会增加 这就是您刚刚说的 而它核能的设施主要还是在沿海一带 就您刚才讲的 这是第一点 那当然我们跟中国方面 我们要透过这个现在两岸两会的一些 已经有的一些机制 在这方面要提出来 那现在还在议题形成阶段 我们会把空污这一块 把那当作议题的一部分 所以我跟你请教一个 就是我最近看到好几篇报导 日本的报导也有 它说311事件对日本是 日本是全世界唯一 原子弹爆炸 死了很多人 东京大图 东京大 不 东京 美国人去炸 炸东京用燃烧弹 大燃烧 也死了一二十万人 这次311 那种惨状是台湾也受不了 台湾如果像那种 台湾倒了 但是经过311 这么严重这么惨的情况之后 日本政府对于核能政策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包括他们的政党 也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 他们百姓对于核能的看法 他们现在有19座 20座核能电厂要恢复 所以日本人不是笨蛋 韩国人也不是笨蛋 所以我们在追求核能多元 那个能源的多元化 我是讲大家都要取一个平衡点 不然的话 大家都喊 朝野都在喊 喊到最后 我们的核能还是继续要做 那不是更好笑吗 署长 你的看法 这个能源政策 当然不是我们环保署所主管 但是 我们所主管的温室气体方面 会有产生联动影响 市长要补充一下 结束了 大概能源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要能够稳定供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要加强节能 这两个方向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